像那个客户名称 其实像有总共有155笔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让使用者知道说 到底你跑的进度是到哪一笔 那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 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Application.Status Bar Status Bar顾名是一码 就是状态列 你可以在状态列里面显示什么 目前进度总共是总比数 那目前的进度是跑到哪一笔 那这个R指的是向下侦测之后 减一是因为上面那个栏位名称扣掉 那I的话是第几笔 那第几笔因为我们是从 那个for I等于第二列开始 所以要把它减一嘛 因为从二开始减一 那就是第一笔第二笔一直往下 那以前如果说你没有写成共用的话 你变成你要把这一个程式 我是放for回圈下面 把它Ctrl C好了 如果你用共用的话呢 你只需要做一次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呼叫他嘛 我把它放for回圈的下面 放这边 不过你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就是那个R有没有存在 R现在不存在 怎么办呢 记得增加那个R R怎么来的呢 R等于这个 这个是总共清单的数量 把它拖拉过来 那把它这边改成R就可以了 OK 因为我的总共的那个向下针针针到了 比如说A2 假设是业务的话呢 那就是 清单里面 A2向下追踪 那如果是B2 E2推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R我就可以把它变一个变数 这边将来就可以R-1就可以 因为我第一个是栏位 第几笔的话这个不用 OK 那所以我这边假设啦 以前如果有四段程式 我就要改四次 如果你现在有共用程序的话 你只要改一次就好 改一次之后的话 接下来 但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这边设中断点 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呢 按一下那个 一样就是筛选业务好了 总共的比数 R-7个 那7个为什么 7个的话呢 扣掉第一根业务 所以总共6个 它就跑6次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 在按F8 它把Status bug更新 你会发现 现在变成什么呢 目前 比数6笔 有没有 7减1嘛 对吧 那目前的比数 I现在是 2嘛 2减掉1 那现在就是第一笔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减的原因在这里 其他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执行 这边中断点拿掉 OK 那你会发现 现在就6笔进行完 那主要 比较明显应该是筛选客户 因为客户总共会有155个 还是50几个 我忘记了 没关系 按一下它 52个 这个按下去呢 就会自动去跑 52笔总共跑 那比较会有 感觉好像有在动 不然的话 刚刚就是一直跑 跑多久会结束 不知道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透过 共用程序里面 了解到有一个什么 Application.Status 这个叫Status bar 你可以在这边传什么 传一个字传过来 OK 但是呢 跑完之后同学说 老师这个 你要不讲 我也不知道下面有这个东西 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 有没有比较明显一点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知道进度 所以后来就改 改版 改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 看换一个方法 因为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让我感觉 强烈一点 所以强烈一点的话 我这边又改一个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进度状态 一个条 这个进度就是 各位应该有看过很多 像手机啦 或者是说 那一条 越多越多越多的 跑完了 它就是100%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如果有這個感覺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不然的話你在下面 如果你跟使用者講說你看下面就知道 他會覺得說你這設計好像有點弱 所以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幾個 第一個要用什麼呢 建立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呢 他的caption快速分類 裡面的話呢底色改一下 再來就是放一個label 再放一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呢 我們總共會有四個項目 把它加進來 當我按一下確定的時候 他其實齁 程式也不用重寫 從這邊可以呼叫 call 如果他選業務 那我就call 業務篩選 對不對 那如果是選產業別 就有沒有 就根據那個下拉清單來決定 所以這裡的話你可以怎麼 用多重邏輯判斷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的話怎麼去更新它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label 一個標籤 那只是說把底下的顏色改成紅色的 那初始時的話 他的值是沒有 如果每跑一次增加一次 每跑一次增加一次 直到全部跑完 所以他跑的時候是紅色 會慢慢增加 對 慢慢增加 那一開始是白色 對 慢慢 剛開始是沒有 就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只是說齁 之前同學問說這怎麼寫呢 對 好問題 對 我也不知道 所以要試了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有沒有簡單的方法 但是又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我想出來的 OK 這個是 就是我知道怎麼做 然後我去做 做了之後呢 再想更簡單的方法 就把它做出來 所以程式基本上不多啦 大概會有幾個可能需要處理的 先歸零寬度 再把它的寬度去慢慢增加 重新繪製就搞定了 所以總共的話 程式頂多就多了三行 那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提的部分先完成 剛剛說 做那個 Application.status bar 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要做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部分呢 請各位按右鍵 插入一個 制定表單 那這個表單 裡面的話 請各位也許先參考一下吧 我們雲端上面 這個地方 大概長這樣子 那細節部分待會再來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